有報導指,平基會主席陳章明 2013年任舊嶺南大學期間 未有申報擔任其他大學的博士論文導師 陳章明表示對事件記憶模糊 就漏報及發放信息混亂致歉 而行政長官梁振英就說 事件應該由陳章明所屬大學處理 而嶺南大學就不評論個別個案 王遠程報導 時隔一日,陳章明回應時說 事件發生在2013年 記憶模糊,難以清楚記得細節 記憶都是模糊 而且細節當然是相當 我有其他的職務等等 每年都要申報 所以就漏報了 所以在這裡我聲明上 和領大和公眾作出道歉 我在這裡再次為我這個比較混亂的訊息 再次作出和領大道歉和公眾道歉 陳章明發言之後 沒有回答記者提問 就回到辦公室 陳章明說事件和評級會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 希望事件過後可以專注於評級會的工作 有報導指陳章明在領大任教期間 為國力書院代理的菲律賓泰力國立大學 擔任論文導師 指導民建聯區議員鄭琴淵完成博士論文 陳章明一度表示有向領大申報 但領大否認 而行政長官梁振英不評論陳章明誠信有沒有問題 也沒有回應委任他擔任評級會主席是否恰當 首先要先釐清的事實 現在我們只是看到報道 這件事似乎涉及到他和大學之間的事 應該由大學來處理 領南大學不評論個別個案只是發聲明指 過去未有接獲陳章明 從事與菲律賓泰力國立大學有關的校外工作申請 領大和菲律賓泰力國立大學一直沒有任何合作關係 而領大有既定守則和程序 處理全職僱員校外工作和申報 NOW TV記者王遠程報導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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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GM